这个喔 你想喔 改造心灵跟改造环境 一样是很重要的 因为环境是呼吸嘛 空气嘛 你没有这个你不会活嘛 大环境很重要 改造心灵 让你的智慧可以呼吸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在《遗切式地论》里面讲叫做 事实 为事的事 饮食的事 我们的义事也要有一种饮食 比如说我们这个《义俗国报》第八义事 那么第八义事它有正报 这个摄身也要饮食啊 我指的不是吃饭 尤其《遗切式地论》讲的指的事 睡眠 《遗切式地论》要饮食啊 它的饮食是什么 睡眠 事食 所以你要 比如说我们肚子饿了 要吃饭 那让它饱足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摄身是生灭法 你到一个程度 你的代电白电 代电已经没办法了 撑不下去了 代电量消耗了 晚上还要去充电 对 所以 义事也要饮食 对 事食 这事实包括很广 包括很广 比如说我们第六义事啊 我们也需要 那个 动作去观察 这个饮食啊 禅业为食 像禅定的话 就不是吃饭了 对对 也就是第六义事 禅业禅定 为食 在定中 这就是第六义事的饮食 对 平淡是第七义事的饮食 第八义事的饮食 就是清净无垢 清净无垢 所以佛陀呀 所以佛陀呀 一切众生 没有办法离开 断食 对 一段一段 切一段一段 或者是我们把它分开来 还有一种叫做 鬼神叫做 触食 接触的 那个最高端的 叫做 事实 那么四禅八定 接着 第六义事在定中 要 凡夫以睡眠为食 涉戒无涉戒 以禅定为食 佛陀呀 大眼满 无缺 一切都是它本来的面目 那佛陀以什么为实呢 就是以度尽法界众生为责任 度尽法界众生 有缘的他就度 这个实啊 有点叫做依靠 有点依靠的意思 人要依靠饮食才能活 凡夫要依靠睡眠 才能活 射界无射界依照禅定 而继续持续他的生命禅定 那佛陀呢 断一切烦恼 以法界一真乳 平等无身 所以他不需要什么叫做饮食不饮食 以方便度众生为原则 所以佛陀不依靠这个 那佛陀跟这些比丘去外面脱坡 简单讲就是视线 视线给你看 你可以把佛陀的一辈子 当作是一种视线的标准 食衣住行 以他为模范 以他为蓝本 是一种视线的标准